联邦眾議員夏波也在推特發文表示 今天中共百年從文革到天安門廣場大屠殺 對香港 西藏 新疆和法輪功的迫害 以及對疫情的掩蓋 他們的統治是一個不間斷的暴行鏈 正義不能容忍這樣的邪惡 再持續一百年 美國聯邦眾議員阿德霍爾特說 一百年來 中共殘暴侵犯人權 迫害基督徒 餓死自己的人民散布謊言 他們攻擊台灣等鄰國 壓制香港的自由 一個世紀的中共統治 沒什麼值得慶祝的 這是歷史上一個黑暗的里程碑 聯邦眾議員沃爾茲也表示 今天不是慶祝活動 相反 他提醒人們在國內和世界各地 爭取基本人權 自由和民主 新唐人雅塞電視 張錫玲 綜合報導 新唐人雅塞電視 張錫玲 綠燈電視 張錫玲 綠燈電視 張錫玲 綠燈電視 張錫玲